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庆祝台铁131岁生日,6月9日铁路节,台铁高雄站金举办庆生即幸福音乐会,属临时站兴致的高雄站,在服务16年后将工程深退,庆生会也有送旧一函,更是临时站最后一次庆生配合高雄铁路地下化,台铁将原来的地关式站体移动85公尺保留, 另搭设前,后两个临时站服务乘客,于2002年3月28日启用,每年铁路节前夕,站方都会在三楼后车大厅举办庆祝活动,今天推出台铁131年庆生活动即幸福音乐会,邀请表演团体现场大秀歌舞,与乘客分享台铁喜气,除现场精彩演出,高雄站新进员工智能机器人 也首度亮相,并由站长为他配上亲善大使背带,正式加入台铁高雄站团队,亲善大使的第一天上班日人气热络,现场不少大人小孩争相跟他拍照,他也很有耐心的配合,还会跟民众说,欢迎下次再来。 高雄站站长上官惠珠说明,活动除了围台铁庆生,也是临时站最后一回举办庆生,明年庆祝会应该会到新站,所以庆生也有送就位到。 上官惠珠表示,铁路地下化通车当天,高雄站前站会配合转移到地下新站,原有站体则会拆除,后站暂时维持运作,预定前站转移新站三个月后,才会启动后站拆除计划。 他强调,高雄站很感谢民众,乘客长期支持,转移新站后,服务会更好。